我国海关总署发布禁令之后 有人顶峰作案 除了要严查以外 我们还需要关注日本的最新计划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共Talk 我是朱中成 根据中共网报道 近期我国浙江省某县在调查中发现 该县一家商店存在着销售日本核辐社区食品的情境 该县的事件局执法人员在县查检查取证时 发现食品大多都是儿童零食 比如水果味软糖小克力以及果汁饮料等等 而这些零食原产地都是来自于日本的福岛县 长野县以及西域县 我们大家都该记得 7月7号中国海关总署曾公开宣布 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10个县的食品 而我们以上所述的原产品 都是在禁令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问题就来了 禁令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 为什么还会有日本核辐社区的食品在售卖呢 关于这件事啊 必须查清楚两点 第一 上述所说的商店售卖的日本核辐社区食品 到底是禁令之前进口的 还是在禁令公布之后进口的 这两者性质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第二 如果是在禁令公布之后进口的 那么这些来自于日本核辐社区的食品 是如何通过海关检查的呢 又或者是通过什么渠道进来的呢 到底是谁在顶峰作案 将国家法律与人民的身体健康视为儿戏呢 我们话又说回来 既然提到了日本核辐社区 就不得不提及日本辅导的核污染水 最近日本那边又传来了他的新计划 有消息人士透露啊 日本政府计划在8月下旬就开始排海计划 假如这件事属实的话 也就是说 哪怕顶着周边国家给予的巨大压力 岸田文雄内阁仍然执意 要将排海计划进行到底了 而一旦核污染水排海正式开启 那对周边海域国家以及人民的身体健康 势必会造成一系列影响 具体会恶化到什么程度 目前还是未知数 只能说情况攀忧啊 经常看我的视频或者文章的朋友 应该都清楚 针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一事 我曾经出了好几期视频与文章 在内容中反复警示过 我国要做好最坏打算 那就是日本政府执意排海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 我国还是得主动反击才行 而如何反击呢 这里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我们要联合周边的受害国家 一起建立一个水文监测机构 针对日本排海计划进行水质监测 有了实打实证据之后 拿着证据上联合国 以此吓退日本政府 第二个办法 在上述前提之下 集中各方力量向国际组织施压 以合理的名义 针对日本发起全方位制裁 逼着日本政府停止排海计划 他不停止 那就发动整个联盟力量 对日本进行制裁 直到日本政府停止计划为止 如果上述两种方法都不行 那就只能使用终极办法了 根据互联网上一则传言 说氢弹可以消除核辐射 假如监测发现 日本排海确实导致了海水 核污染严重超标了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那么是否可以往被核污染的海上 丢一颗氢弹 给日本排污入海 消杀一次呢 或许我这么说 有些信口开河了 但是确实是出于愤怒 各位网友认为如何呢 欢迎各位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